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 我是林佩杰 迎接2023年倒数计时 不过最新消息要来看到的是 台铁接获了威胁信件 嫌犯声称要在新年期间 在台铁松山站以及南港车站 来放置暴猎物 台铁随后通报了铁路警察局 全面加强警戒 连续假期收到了威胁邮件 出站往来的旅客众多 警方是不敢大意 下令同仁加强警戒 增派警力来支援勤务 在松山站以及南港站密集的巡逻 注意可疑人物 避免意外的发生 而全案也正有铁路警察局调查当中 2022年剩下最后几个小时 北台湾的民众最期待的 就是看到101的烟火了 在象山观景平台 有人从早上八点多 就带着脚架还有摄影机来卡位 希望可以完整地捕捉到 绚烂的烟火 但是101有部分是被误给遮住了 现象局预测 恐怕要在这个英语当中 欣赏101烟火 迎接2023每年全台最受瞩目的101跨年烟火 今年一样维持300秒 搭配最新无懈低烟技术 甚至加上户外光效 达到四面360度全展演 为了要捕捉完美烟火 向上观景台 早早就有不少摄影师来卡位 超过10个脚架 民众搭帐篷铺地墊 要做长时间备站 不过北台湾湿冷天气 101有三分之一被误遮住 让民众很担忧 但如果不想爬山 专家也推荐其他观赏地点 包括象山捡运站三后出口 后方豪宅区 象山公园 以及无心街总站 更有达人推荐 伴几百货前站 中校东路基隆路交叉口 内湖运动公园 也是相机摄影机捕捉的好位置 跨完年民众风日出 最早出现在花莲 柏南山6点28分 平地则是台东三星台语 6点34分 但是气象局预测 各地云亮多 要看新年第一道曙光 北部东部几率很低 中南部也需要碰碰运气 云层比较低 所以他看起来会有一点 冤雨蒙蒙中欣赏这个烟火 看曙光的话也是可遇不可求 越玩越有过节气氛 挥别疫情阴霾 全台各地跨年活动盛大举行 要好好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这杨氏区杨宗雁台北报道 台北市中校东路发生一起惊悚车祸 疑似是因为左转车没有礼让 一面撞上了直行车 高速撞击之后 轿车甚至还冲上了骑楼 撞凹梁柱 造成车头全会 总共有三人受伤 英语绵绵路面湿滑 白色轿车却高速狂飙 这时路口突然出现一辆左转轿车 眼看就要撞上 白色轿车击打方向盘猛力转向 但为时已晚 两车撞在一块 白色轿车车头全毁 凹陷成V字形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车后地点就在北市中校东路六段 当时灰色轿车疑似左转抢快 直行的白色轿车闪避不及 不慎撞上对方车尾 还拨骑一旁电颊 这一桩不得了 不止店家招牌被撞凹 就连上头水管也破损 这下不只修车金额高 还得赔偿店家损失 镜头转到新北市 一辆水泥浴办车开着开着 下一秒竟然撞上路旁电线杆 巷口监视器也立刻断讯 现场满目疮痍 不止电线杆拦腰折断 路旁机车也难逃一劫 全都被水泥车撞毁 警方初步调查 驾驶疑似精神不济 才会恍神撞击电线杆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年关将至恍神闯祸 这个年恐怕不太好过 今天凌晨一点多 两名男子到新北中和 一间热炒店用餐 不过店家因为客满了不接单 没想到男子竟然火大对空名枪 而警方到场拦查 这共犯还意图要开车来冲撞逃逸 远警去朝了车子连轰11枪 嫌犯吓得赶紧拘手投降 大喊支援情况相当危急 就怕场面失控 警方连轰十多枪示警 深夜停车场变成枪击现场 嫌犯吓得高举双手 爬出车门大喊投降 支援警力上前将人压制逮捕 但还没完另一头 警方围捕逃逸共犯 下车 你是这样什么 然后蹲下 蹲下 蹲下 你知道犯什么事情 我知道 31号凌晨 29岁张姓男子和朋友 到新北中和一间热炒店要吃饭 但店家表示客满不接单 没想到张姓男子 竟然就拿出手枪 对空名枪 深夜枪声大作 让民众通通下怀 警方移车追人 找到附近停车场 嫌犯一度企图冲撞逃逸 远警连轰的11枪成功逮人 而涉嫌开枪的共犯 原来早就开另一辆车逃跑 警方不到三个小时 在台北南港逮到人 你开枪啊 我不要开枪 嫌犯盗案后公称 因为吸毒神志不清才会开枪 最后从他车内搜出改造手枪 被警方依法送办 记者姚一强翻扬桥新北报道 来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搬家 屏东恒春一间民宿结束营业 要把独栋的房子给撤走 请来货车帮忙搬家 居然是把整栋屋子缠起来打包 包括了屋顶窗户大门 是通通原封不动在马路上行走 我有看到这影片直说 这根本是移动城堡 不过警方表示了 房子超出车斗宽度明显违规 最高是可以开罚18000元 屏东恒春一辆大货车帮忙搬家 莫警民众傻眼 这个搬家是真的把整栋屋子搬走 屋顶墙壁窗户大门 统统原封不动 整栋屋子在路上行走又够狂 他要塞在中 不然塞高边就卡住了 不只一间房子被带走 这边有很多家啊 原来这个屋子是恒春一家民宿 疑似已经结束营业 地主要把小木屋撤离 搬到新的地点 请来大户车帮忙 整栋铲起来打包 网友留言狂盖楼 这是霍尔移动城堡吗 超壮观耶 根本是搬家奇观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搬家 但宽度明显超出车斗 恐怕已经违反交通规定 另外在高雄子观区 一辆吊卡车 开在台石七线外线道 但没人敢超车 因为魔鬼藏在细节里 就是右侧这一个突出的车架 让其他骑士不管超车 就怕被开到发生意外 车架没有收就上路 占据整个车道 让后方驾驶伤脑筋 要超车还是不超车 好为难 记得张春华评论报道 明天元旦上午南投紫南宫 将发放兔年前母 但是民众已经等不及了 排队人楼绵延超过有两公里 上千人是顶着寒风 打算要长期抗战 甚至搭起小帐篷 现场成了另类的露营区 还有人怕无聊是带来了 整组茶具 一边泡茶一边聊天 不过担心这疫情 可能会再飙高 庙方也宣布 今年农历春节 大年初一发放前母的活动 暂时取消 田里搭起小帐篷 一个接着一个 像是田园里的另类露营区 有人轻松惬意 坐在椅子上聊天休息 甚至有人将茶具组整套搬来 茶盘 茶壶 茶杯 移应俱全 泡茶 交朋友 他们不是来家族旅游 而是来排紫南宫的 圆胆前母 做好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 不止保暖衣物 帐篷 板凳 移应俱全 紫南宫外围的排队人潮 已经绵延两公里 人数超过两千人 将一起度过寒冷的跨年夜 庙方说人数比想象中来得多 但只要在元旦一早九点以前 排入队伍 一定都领得到 但忧心疫情恐怕冲上第三波高峰 预告今年大年初一 前母暂停发放 妙方说去年因为疫情 取消发放前母 今年才恢复 但未来的不确定性实在太高 元旦前母计划不变 预计当天人潮可能再冲高峰 台南永康一间大卖场 被直击有司机违规停车下货 两部大货车霸占了双线道马路 挡住了后方的汽机车 机车得违规的骑到马路中央 才能够闪过去 而货车升降货架更可怕 这高度就刚好在骑士的脖子 一不小心撞上去 恐怕就断头遭殃 让当地民众抱怨连连 骑士沿着马路往前 却发现学生逆向直接走在车道上 摩托车得骑到路中间 前方一辆大货车占用外车道 骑士放在中间居然成了挡路用 双车到变单线道 骑士骑到一旁 货车的升降货架跟骑士脖子平行 要是不小心撞到 恐怕成了路沙断头台 影片po网让民众觉得夸张 双车到变单线道 前方还有大货车插队也要停 机车只能找路专 让网友留言大骂 进行机车跨越双黄线 真的是四轮天堂 要出现断头歧视 警察才会重视吧 台南媒政府这样还能获得110年度金安奖 过路民众都知道这个路段经常有货车围停下货 抱怨连连警方取缔破千件 1月1日迄今 业余该数取缔为停达2072件 再看一次画面 双线道被大货车完全占据下货 行车机车被迫违规通行 就算取缔超过2000次 罚金再高不过600块钱 店家口中的都有改善 看来是改的不够也罚的不够 据得来关张台南报道 来看到27号深夜 风源客运在北区撞上了一家三口 造成30岁的理性妻子 还有一岁的儿子不幸身亡 伊拉克籍的丈夫轻伤幸存 而现在这个撞击画面是首度曝光 可以看到我公车左转的速度是相当快 推娃娃车的先生 第一时间是伸手护住妻子 但是最后要撞上那一刻 妻子是疑似伸手把丈夫推开 首当其冲的被撞倒 夫妻情深也让人心碎 先生推着娃娃车 一家三口正在过马路 突然右手边一台公车冲过来 第一时间先生立刻伸手护妻 太太也赶紧把儿子从一儿车抱起来 但在撞击瞬间 妻子疑似把先生推开 首当其冲被撞到 他来了很快是来了 然后我的时候应该有这样 想要让他听 他就转到我们这样子 如果他们的一个人活着 这对我来说会还是比较好 风源客运撞一家三口 酿成母子双王残骏 心碎画面曝光 娃娃车被撞得粉碎 想起意外瞬间 幸存的伊拉克级先生 还是难以释怀 被公司说如果发生 这样子让他们死掉 这样子不会到他们活着 然后你一直要花钱 一直要花钱 有保险公司就付一笔钱 那个公司也付一点点 他们就结束了 二十七号深夜的死亡车祸 在北区学士路跟英才路口 不要说当事人 连里长也满心不舍 抱着小孩去看看 只是去家里附近买宵夜 却在过年前天人永隔 死者三十岁理性女子 医学院硕士第一名毕业 身穿白袍在生计公司做研发 意外前一天跟爸爸通话中提到 想开药厂 这个心愿再也无法实现 记者陈默尔云杰台中报道 又有民众在南横公路上 遇到台湾黑熊 上回看到黑熊奔跑 在公路上翻过栏杆 这一回可是母子三熊一起散步 熊妈妈发现有车子 带着孩子开始狂奔 还停下来转头 看一看孩子有没有跟上 三个黑毛团在路上奔跑的画面 统统被拍摄下来 这背影真的好可爱 开车向南横公路 远远就看到三个小黑点狂奔 毛茸茸的小黑点三大一小 仔细看是黑熊妈妈 带着两只小熊 黑熊妈妈领头奔跑 跑一跑发现后面有车子 立刻停下来转头 看看熊孩子们有没有跟上 民众分享南横看到台湾黑熊的画面 这回散步南横公路 母子三熊一起出现 算一算已经是十天里 两次拍到黑熊 上回拍到黑熊奔跑翻栏杆 还是同一位驾驶拍到 真的很幸运 画面曝光让网友惊呼 走路真的好可爱 逛大街好疗愈 母子一起出现好稀奇 地点一定要保密 明显回升的地方 其实是在玉山国家公园 又加上路风了 人为干扰少 品科大研究台湾黑熊七夕林地 拍下珍贵画面 还有黑熊把积水处当作洗澡池 林地里悠灾散步 研究单位特别提醒 下回公路上看到熊千万别追 远远的看让他们悠灾离开 才是最好的保护方法 记得张秋华 评论报道 解封之后遇上第一场跨年活动 在下午已经有不少民众到府前广场来卡位了 甚至有人在现场直接吃起东西 民众普遍反映不担心疫情 不过实际数字却没有这么乐观 指挥中心公布本土确诊 今天是突破了两万五千大关 已经连续十一天往上升 专家更预估在下个礼拜 本土确诊单日可能就会达到三四万里 尽管飘着雨北市府广场前 下午已经有民众卡位 民众穿着轻便雨衣 席地而坐 没有社交距离 直接吃起东西 31号本土确诊新增两万五千六百七十四例 比上周六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四十三 已经连续十一天出现上升的趋势 第三部疫情遇上解封之后 第一场跨年活动 户外口罩令解封 专家忧心下周确诊数可能会飙破三万例 医师省政团表示 第三波疫情缓解之前 不应该开放室内脱口罩 大型室外群聚应该要求戴口罩 春节难来北往 加上大家都窝在室内 只要将病毒带回家 所有天选之人都可能破功 指挥中心指挥官王毕胜表示 指挥中心降级或解散 由行政院来决定 可以先调降新冠传染病类别 预计春节过后执行 未来新冠疫苗计划每年打两剂 由于元旦开始将针对大陆 来台旅客加强检疫 下午行政院长苏贞昌 率领指挥中心官员 视察淘机准备状况 随着国内疫情升温 防疫更不能松懈 今天是元旦三天廉价的第一天 花冬涌现了旅游潮 著名的小吃啦美食 几乎都有排队人潮 花联跨年订防率 更是达到九成慢 而台东的跨年演唱会 因为有周苍豪和妈妈 比利姐同台合唱 还有歌迷是为了要抢占 海景第一排 前一天就来会场搭帐棚卡位了 至于花联的跨年晚会 卡司由小猪罗志祥 很多粉丝都来卡位 真相目睹偶像风采 舞台上小猪罗志祥唱跳招牌歌曲 超动感 为花联演唱会彩排 台下粉丝争相目睹 欧相风采 台东跨年晚会还没开场 不少歌迷先来拍队等待 还有粉丝为了抢第一排 前一天就从新竹来 台东著名的加入兰油气区 尽管风在大 许多游客还是要逗此一游拍照打卡 再往北走来到花莲 排队人潮超夸张 大家在等什么 原来是为了来到花莲 必吃的炸弹 葱油饼像吃到可能得等快一个小时 人潮爆炸 老板的手也没挺过 炸得滋滋作响的是 花莲吉安 龙凤腿及芋头饼 不少人特地来品尝这份古早味 老板娘多备了物称的料 小时候妈妈都会常常带我来吃 然后刚好廉价第一天 就一起回来回味一下古早味 玉璃镇上的代表美食 玉璃面店门口也排了长长人龙 三天廉价花冬出现绿幽潮 跨年住宿也几乎快 一仿难求 跨年廉价的电房率 已经达到了九成五左右 今天也都是全满 因为今天是跨年嘛 云旦廉价迎接出游人潮 华东饭店民宿业者 以及小吃店家 备站这波旅游商机 民众乐出游店家也笑嘻嘻 记者刘吉娇 潘志贤 零信线 花莲台东采访报道 迎接崭新的2023年 不少人计划看完烟火继续通宵 看日出 接着到各大景点去游玩 邦宁统整中部的打卡圣地 像是在新社 有另类的雪景白雪木盛开 而在苗栗三弯 有300颗的洛宇松 拍起照来 仙气十足 回到市区 有台中国家歌剧院 打造巨型的兔宝宝造景 模样是既讨喜又可爱 入夜之后 可以到火车站附近 绿川柳川点灯 让您在元旦一天 从早玩到晚 新年快乐 乐园跨年烟火 加上摩天轮灯光 绚烂夺目 迎接崭新的2023年 紧接着元旦廉假 还要通宵继续玩 凌晨大概两点 去武林啊 看日出啊 去那边冷一下 等等 其实不用跑这么远 台中新社景观餐厅 山坡上白雪木盛开 就像为大地撒上糖霜 成为另类雪景 统整中部打卡经店 苗栗三观三百科 洛宇松倒音在湖面上 绿黄红渐变 搭配蓝天白云 咸气十足 回到市区的台中歌剧院 利用火山口特殊造型 在六楼空中花园 打造兔宝宝 倒栽葱模样 十分讨喜 晚上还能到台中火车站 欣赏15公尺椰弹树 日川柳川大型灯饰 闪亮又缤纷 2023年的休假攻略 也要一次学起来 元旦连假三天 如果请假1月3号到1月7号 一共可休9天 而今年的春节连假10天 如果觉得不够 也能请假1月16号到19号 就能从年前的14号放假到29号 狂休16天 平常工作劳累 靠这招把电量充满 记者 您是姓李云杰 台中采访报导 新美市永和一名曹姓女子 深夜受困在浴室里头 两个多小时 独自在家的她 是激紧地破坏塑胶门的透气孔 呼喊手机 透过Siri语音遥控系统 打给了19 最后成功获救 独居女子受困浴室 尴尬请警消帮忙 找来索将协助破门 你可不可以拉一下 拉得动吗 把那一片蓝色的往里面拉 好好睡 拿着破坏工具悄悄打打 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把塑胶门撬开 女子被关了两个小时 平安获救 曹姓女子在新北永和租房子 29号深夜11点多 洗完澡没想到门锁故障 没有室友可以帮忙 定机移动 只好敲破下方透气孔 用这招来呼救 你好不好意思 我现在住在我房间的厕所的门锁 所以我没有办法出去 你是用Siri这样喊 然后打19的吗 曹姓女子 寂静使用iPhone 人工智慧Siri系统 拨打19报案 但她和手机距离10公尺远 还能成功远端遥控 令人嘖嘖生起 语音辨识主要还是听一些关键字 你如果讲到对的关键字 那特别去强调拨打的话 那她就会知道说这是一个打电话 带您来看新竹县的跨年晚会 超过10组歌手团体接力开唱 而周边有美食市集 县府还结合公益 民众捐发票就可以换摩彩券 客家一个小钟主持跨年开金嗓 带动现场气氛 新竹县跨年夜天宫作美 公益慈善跨年晚会 在府前广场登场 民众有得玩也有得吃 超过100摊的美食市集 跨年倒数更有180秒的高空烟火球 结合公益的慈善捐赠 希望让爱的种子在新竹县深耕发芽 众大家把汽车车回去 跨年做公益捐发票换摩彩券 下午5点半开场 县长杨文科先到场逛市集 为了在跨年呈现最精彩表演 歌手也早早就位彩排 我希望带给大家除了三天在三夜之外 还有一些大家很耳熟 能响的歌可以让大家嗨饭 新竹县府连续三年 举办公益慈善跨年晚会 今年的卡思友周星哲 毕书靖照船等超过十组歌手团体 接力开唱 陪民众迎接新年 记者和孟谦新竹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